全台第一個設在大學裡的拖勞中心 昨天成立而裡頭還有副社幼稚園 阿公阿嬤唱歌跳舞還有演奏表演 這裡不是一般的老人會所 而是設立在大學裡的拖勞中心 應該是全國第一個 我們這一次把拖勞所放到學校裡面 其實也是一個創作 因為我們覺得學校的環境其實很好 而且學校有非常多的資源 好 那學校就加上有這個音髮師 他願意來做更多這樣的一個 實務服務的工作 這個全台第一個設在大學裡的 日間拖勞中心 在朝陽科技大學成立 由於大學裡有音髮產業管理系 學生可以化作志工投入服務 有十來位的學生全職的在這邊 從事實習服務的工作 以及利用長科技大學 六十多公頃的這個校園 以及全校這麼大的一個教學資源 在投入這樣的一個快樂學堂 每一天的最後一堂課 我們會讓幼稚園的這個小朋友 來跟這些阿公阿嬤一起上一堂課 阿公阿嬤看到小朋友 就像自己的孫子一樣 這樣的拖勞中心 讓年長者能夠在大學的環境中快樂學習 聯合報黃銀台中報導 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 至於